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彭千佑 我在《不良執念青厨师》里面 饰演的是曹光燕 你知道这是什么吗 怎么在这里问我 不然要在哪里问 就有点突然啊 他是一位医学生 从小就立志成为成功有用的人 但在遇到蒲依勇后 他开始打开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事业 妈 客人跟老板家的人 一定要坐同一桌 爸 身为老板不能选客人 因为我在做角色功课的时候 我就把曹光燕在剧本里面的 事实跟行为表现列出来 然后后来就发现 其实曹光燕体力很差 跑步很慢 很容易跌倒 球来 光燕 哇 糟了 OK了 只是我现在头发 KO 因为我个人是一个想很多的人 但是我发现动作戏啊 其实你越不要想 你做的会越顺越自然 虽然他可能没有那么多拍戏的经验 可是我觉得他每一场戏 他都非常的努力在做到 导演要的要求 有时候看到的时候会觉得说 你也太拼了吧 这个你也脚受伤吗 还好啊 还好 训练的部分 剧组有请大鹤来帮我们拍戏 手里 给他 所以我要紧 我才要跟他 你跟总之后他也很好笑 对啊 你跟总之后他也很好笑 我想要的光燕是什么 然后我就有列出表 然后我就是每天看他 让自己可以知道 这些东西是我想要达到的 其实很多情况我们需要默契 然后会要两个人一起望着一个远方 我觉得我们两个已经就是磨练到我们 只要一action 然后我们两个都会知道 哦 大概这个节奏是这样的 我觉得《不良执念青厨师》里面充满了各种幽默风趣 还有奇幻元素 希望大家能够准时收看《不良执念青厨师》 看完的人一定会有感受到那一份温暖